第四个给大家挑的是租赁合同 这里说的租赁合同 就是你们会计上说的经营性的租赁 跟下一个合同 经济法里说融资租赁合同 那又直接就告诉你是融资性的 这个租赁其实就是经营性的租赁 用我们会计上的术语说的 就这种租赁仅仅转移的是什么权 使用权 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的 所以它叫经营性的租赁 所以对于这种经营性的租赁 因为它没有转移所有权 仅仅是一个使用权 所以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使用 不是永久性的使用 明白吗 所以第一个考点要考核大家 租赁合同是有期限限制的 知道吗 因为它是个临时性的 所以这个期限是不能超过20年 超过的部分一律都是无效的 看出来了吗 所以租赁合同是20年 所以是不允许超超过的部分 只当没定 但是我要是20年期满了 可以续定吗 是可以接着续定 等续定时也不能超过20年 所以看完了 就是我们前面讲物权法当中里 现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 都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您家在买房子的同时 当房子买完了 下一步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是那个地下的车位 开发商一定会告诉你 车位啊后续也要卖 你这个车位是卖呢 你这个车位还是租 这是现在目前争议最大的地方 你这地下这个车位盖成了之后 开发商现在往往是要求你卖 它即使是卖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跟你签的 一定是签了是一个20年的 什么使用合同 按理来说 卖的情况下就跟房子一样 那这跟房子的使用期 应该是一样70年了 但你发现为什么开发商 在把车位卖给你是明确 就告诉你是20年 20年以后 也可能它在协议中写 20年后面就是增了 也可能就是说在另行签了 你就觉得纳闷了 我买这车位 我买的应该是使用 所有权呢 怎么成20年了 为什么受20年限制 所以大家明白了 是因为现在很多地下车位 那个开发商并没有获得这个车位 真正的产权证 所有权 它只是什么 投资了 但实际上真正地下的这块地方 是国家的 知道吗 它只是开发商用于投钱了 然后呢给它建成了一个停车厂 所以本着谁投资 怎么样 谁来受益 这一受益就不要紧 开发商就说了 那我不 我不租给你 我就直接卖 所谓的卖是什么 我就一次性收取20年的使用 我就让你所谓买 一次性收你20年 你要正常要是经营性租赁的情况下 那应该是按月租 然后呢 你开发商收租金 你的收益是分期来收回来 开发商可不是 开发商说我投资这一块 我不能这样分月 那得猴连马月 所以我一次性的就先把20年收益 我就先收上来 所以看完大家明白 倒霉是谁 倒霉不叫我们老百姓呢 买房子呢 对不对 他就坚持是 我不能够租你 我就卖 这个主动权在谁那呢 在开发商这 而我们的物权法就用了一个很悔色一个词 关于地下的车位 关于货卖 货租 这个由双方在卖房子的时候协商好了 所以以后你在开发商的买房子时 一定要先问开发商 你房子这个车位到底是卖还是租 你没确定 如果他要说货租货卖 那就因为你可以选 他要不租 那他是属于违法违约的 问清楚 所以现在倒霉的弱势群体 就是咱老百姓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 他是一个经营性的宗里 原因就是因为他开发商 并没有拿到地下车位的所有权 知道吗 所有权是在国家 他是地下好多人房工程 所以只是国家就认为 这个人房工程你不投资了吗 你不给建成车位了吗 所以你投资了你得保证有回报啊 所以谁投资谁受益 所以就给了开发商很大的权利 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想收多少钱 他卖你二十万就二十万 他卖你三十万就三十万 你一点质没有 你要说卖房子嘛 你到房管部门去报备 你的价格不能随便滥涨 我看现在车位好像没有报备 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这就是关于经营性租赁 所以以后你就明白了 他为什么只跟你签是一个二十年 你以为是七十年 跟房子一样 不那么回事 好了这是第一 第二个 什么情况下视为不定期的租赁 这个我们既可能考客观题 也会考在我们的主观分析题中 大家一定要会用 下面几种 租赁期只要是在六个月以上的 就超过六个月的 一定要用书面的 你只要不用书面的 他就确定为是不定期了 你要定三个月两个月 无所谓 定不定书面都没关系啊 所以你要是六个月以上 就应该是书面的 你没定 他就视为是不定期租赁 第二是租赁期 你们根本就没定清楚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 也没法确定 那就视为不定期的 第三个呢 是租赁期满了 你继续用这租赁物 出租人 他也没提出异议 他也没收回 这种情况 视为继续有效 有效是有效 但是就视为不定期了 大家先把这三种不定期 先得认出来 选择题选好了 但是分析题考什么 考的是这儿结果 当看出是不定期租赁的话 他的结果是什么 给了双方 随时可以解除 合同的权利 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除 而且不构成违约 这是不定期租赁的特点 好 这一点大家用好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合同中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 要好好看 我们分析题 特别容易考的是 第一个维修义务 就是东西租给您了 那么坏的情况下 谁富有维修义务 第一除非你们另有约定外 法律的规定 结论记住了 都应该是出租人来承担 为什么 因为所有权没转移 你是这个东西的误权人 所以你来承担维修义务 要是他出租人 不履行这维修以后 下面考大家 成租人有什么权利 你就只能自己修了 但是费用 可以找出租人来负担 他要不付怎么办 他要不付 你就可以充租金了 你可以不给他租金了 好 这两个点看好 因为维修影响到 成租人使用 人家房子没法住了 你住酒店去了 这种情况下 可以减少租金 或者延长租期 所以总之 在经营性的租赁中 维修义务是让出租人承担 并不是让成租人承担 所以它跟融资租赁 也正好相反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关于租赁物的使用过程中 要看好 经过出租人同意的话 成租人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 或者增设东西 没经人同意的情况下 那人家出租人就让你恢复原装 比如说 您租了我马老师的房子了 这样的情况下 哎呦 您说我把这个房子格局不是很好 设计有缺陷 我给他改 您得经我马老同意啊 好 您不经同意 您只是租我的房子 进去 哐啦哐啦 好家伙 都把我这些承重墙什么的 都给我拆了 那个我得要求您恢复原装 还得赔偿损失 好 这是第二 明白就行了 关于租金的支付 看好了 成租人不能够正常支付租金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先进催购 要在合理期内要催购他 如果预期还不能够再支付的 这个方可给出租人解除的权利 这就属于迟延旅行 但是一定得要经过催购 催购期内再不能旅行 才能解除 不能直接解除 好了 这就是第三 第四呢 大家看好 叫先租后卖 我这个房子先租给你期间内 结果现在我想把它处理掉 想卖 可以吗 可以的 但是叫买卖 不能破什么 不能破租赁 所以在成租人按照合同占有期间内 注意一定强调在占有期内 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这个一律不影响租赁合同 这就我们通常说的叫买卖 不破什么 不破租赁 为什么 是因为人家租赁在先 你买卖在后 所以那个买家是不能对抗人家成租人 你不能说 哎呦 我买这房子了 你赶紧给我腾房子 这个不可以 好 这就是第四 这个大家看好了 下一个重点 我们分析题考的 转租 也是我们分析题要考的 经过出租人同意的 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 就你转租了 这个原合同继续有效 那个第三人如果给租赁物带来损失了 注意结论 让谁承担 承租人付 这就是相对性规则所决定 啊我马老房子租给您了 您又当一个二房东 您又把房子又转租出去了 只要经我同意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呢 如果那个次承租人把房子弄坏了 你承租人来对我承担责任 我不直接对第三人 要是没经我同意 你把房子就转租出去了 事后我知道了 解除合同 没问题 好 这是分析题用好的 结论清楚了 好了 看完了 我们看看这道题 假公司把他所属的设备 租给了乙公司使用 在租赁期内呢 假公司又将用于出租的设备 又想卖给禀公司 这叫先租什么 后卖 按照民法典规定下列表述中 让大家选正确的是 假公司在租赁期内是不能卖 错了吧 不影响 因为人家拥有处分权呢 所有权没转移 买卖合同有效 原租赁合同也继续有效 是不是这样的 好 买卖合同有效 原租赁合同 自买卖合同生效开始终止 买卖不破租赁 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是不是 好 买卖合同有效 原租赁合同得需经禀公司同意后 方可继续有效 不需要他经他同意 人家租赁在先 你买卖在后 不能对抗人家 乘租人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准确的答案 只有必是对的 好了 这就是先租后卖的情况下 好了 大家把这一点看好了 看完以后 其实呢 大家还要把 这里面讲的是先租后卖 那我们前面在讲第三章物权法的时候 我们还讲了一个先租什么 后压 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先租给人家成租人 你又把这东西又抵押给了抵押全人了 到时还不上抵押全人钱的话 抵押全人也是不能对抗成租人 后卖的话 买售人不能对抗成租人 后压的话 抵押全人也不能对抗成租人 道理是一致的 好吗 一起看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第四 第五是专门讲这个租赁合同中的不动产 专门讲标的物是房屋租赁合同 因为咱实践当中主要是租房子 很少有租别的 是不是 好 在什么情况下 签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 出租人根本就没有获得规划许可证 或者没有按照许可证来建设的房子 这房子本身相当于是违建 违法建筑物 那你签的租赁合同肯定是无效的 因为房子就无效 但如果在法庭辩论终结前 拿到了许可证了 这使合同可以认定有效 不然那租赁合同就无效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出租人就没有经过批准的内容 建的临时建筑 那也相当于违建 这样签的租赁肯定是无效的 但你要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前 拿到批文了 这也算有效 第二了 第三 租赁期超过了临时建筑物的使用期限 超过的部分无效 你那个租赁期一定不能超过这物的使用期 这使用期才二十年 好 你个人一千千三十年 没息 知道吗 好 这是第三 这是呢 无效的情形 一旦判定租赁无效 后果是什么 大家看 当事人要求按约定的租金 来支付这个占有使用费的话 应该支持 这时就不叫租金了 你不能白占我的房子呀 尽管虽然是违建 但你用了呀 所以得交一定的使用费 这是没问题 好吗 好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第二个大家看 关于房子这一块 就给了成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这个优先权就是优先购买 记住优先购买权的前提 极限于在房屋租赁中 在其他的租赁中 是没有优先购买的 这个前提要注意 出租人想卖这个租赁的房子的 应该在卖之前的合理期内 先通知成租人 因为成租人在同等条件下 是有优先购买的 但这种优先购买 刚才说了 仅限于记住了 在房屋租赁中 别的是没有的 第一点 第二个 注意 出租人如果委托拍卖机构 来拍这个房子的 就是说我这个卖 不是直接找了一个买主 我是直接委托拍卖机构了 那你就必须在拍卖的五日前 告诉人家成租人 我这房子准备拍了啊 因为我欠人债 你拿这房子抵债 这样你告完他了 他应该得去参加竞拍去 他要想买 他跟着大家一起去竞拍 他要不去参加竞拍的情况下 法院就认定 他放弃了优先购买 这里的时间是五天 大家刻意得记住了 这是第一个 看好优先购买啊 期限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行事 第二个 当您在卖这个租赁房屋 没能在合理期内告知成租人 这种情况下 成租人可以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你这优先购买权就没法行事了 那言外之意 第一 你不能主张跟第三人签的买卖合同是无效 那个合同账有效 而且你也不能对抗人家善意取得的第三人 所以我们在前面物权法说了 给你你的优先购买权 它还是债权性质 它不是物权性质 这时候你说 哎呦 这房子就应该卖给我啊 不可能 他没通知你的话 房子一旦给了第三人 第三人付了 价款了 也办理了 登记了 人家符合善意取得 这样给你成租人带来损失 你只能找出租人去赔去 好吗 哎 这就是第二点 第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成租人还就不能主张优先了 也就是说 不是任何情况下 当然就给成租人优先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你看一下 这个房子卖的是谁买了 人家有房屋共有人 人家行事 那你绝对派后的 你就没法行事优先购买 因为人家是共有人 第二个呢 是卖给了谁 自己的尽金属 你得排在建讯署后面 第三个呢 是我告诉你成租人了 结果你在15天之内 没表示 这时15天一过 你就没有优先购买了 所以这里又规定一个15天 不要跟那个委托拍卖机构 拍卖那5天 不要混 这是两回事 好了 这就是优先购买权 什么情况下 成租人没有优先购买权 大家要记清楚 好了吗 看完了 我们感受一下 看看这道题 您会做吗 假把自己的房子 先租给了已 租期定的是两年 在这个成租人 按照租赁占有期间之内 结果这出租人 假又跟饼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这看完不就叫先租后卖吗 又卖给了饼 看见了吗 这个假就是出租人 下列表述中 让大家选正确的由 假跟饼签的买卖合同无效 为什么 说没取得已的同意 需要经他同意吗 不需要经他同意 因为你有处分权吗 你可以卖 假应当提前通知 已房屋将要出售的情形 OK 你得提前告知成租人 对不对 我这房子要卖 已在同等条件下 有权优先于饼 购买该房屋 有优先购买权 如果饼买了房屋了 则这个饼有权决定 假以之间的租链合同 是否继续履行 这就错了 买卖不破什么 租赁 你没有权利去解除原来的租赁合同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准确的答案 B和C 好了 这就是先租后卖的情况下 什么时候有优先购买 什么时候没有 把握好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是第四个重点 所以租赁合同 所以租赁合同容易考在分析题里 你发现这个租赁合同既可以跟买卖合同 揉在一起来考 也会跟什么呢 跟物权法当中里的抵押会考在一起都有可能 所以它比较糊 大家把这个合同看好 那回过头来 关于租赁这个合同 那么需要大家要掌握的重点有几点 第一点 它的期限 它的限制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定这个合同的期限不能超过20年 第二个要知道 什么情况下 它就会视为不定期的租赁 当视为不定期租赁的后果是什么 是给了双方都可以解除合同 随时可以解除 这是它的关键点 第三个要清楚 就是租赁期间内 这个租赁物的维修义务 应该由谁承担 如果出租人 他不承担维修义务的话 后果是什么 把维修这块看好 然后下一步要知道 当出现转租的情况下 经过出租人同意什么后果 不经出租人同意 后果又是什么 两个后果要清楚 最后一点要知道 我先租 然后后卖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给不给成租人 优先购买的权利 优先购买权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行使 什么情况下不能行使 所以我们整个租赁合同 大家把这五个点一定吃透了 就OK了 好 这就是呢 第四个 进入到第五个重点 叫融资租赁合同 我们会计上一说融资租赁合同 它跟经营性租赁最大的区别 我们会计上是认为 会计上是认为 随着它的融资租赁物的所有权就发生了什么 转移了 当然就转移给成租人了 这是会计上来认定的 学完了法律可不是 法律上可不当然认为所有权就转移了 不当然转移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够混淆在一起 所以最终呢 到底是归出租人还是成租人 得按法律来规定 好吗 然后我们下面就看 这个融资租赁跟经营性租赁不同在哪 它的这个关系里是三方当事人 你经营性租赁就两方 出租人成租人 但是在融资租赁里 除了出租人成租人 多了一个出卖人 正因为多了出卖人呢 所以这个融资租赁是两个合同才能构成 先有一个租赁合同 同时多了一个买卖合同 它是先买过来 然后再去租 这个关系大家清楚 所以你这要弄明白了 你到税法里面学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 你就都通了 这是呢 第一个关系先弄牌 它是两个合同 三方当事人构成融资租赁 在我们会计上来讲 就相当于叫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所以这种融资租赁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通常税法里说的执租 说的呢 是这边是成租人 他首先呢 先跟谁呢 跟融资租赁公司 这是出租人 他是专门做融资租赁业务的租赁公司 那自然他的身份是出租人 他们俩之间签的是租赁合同 假设租赁物是什么呢 是一台设备 知道吗 这个设备呢 成租人是以租的方式 而这台设备一定是这出租人 先什么 先是从卖方 出卖人这 先是买得了这个设备 是签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为什么买这台设备呢 是因为租赁公司应咱们成租人的需求 是我们成租人想用这个设备 但我们没钱买 于是先通过租赁公司 租赁公司先出资 将这台设备先买下来 买完之后他不用 他扭头把买的这设备再租给成租人 所以咱们成租人本身相当于就叫融资了 体现出怎么融资呢 我要直接花钱买 我没那么多钱了 相当于先找租赁公司来借 通过他借他的钱他来买 买完之后呢 我分期来付给他租金 相当于分期付给他本金和利息 这不就相当于融资了 所以他是三方当事人两个合同构成的 所以他是一种融资的手段 好吗 所以这个是大家理解 然后我们来看风险关于承担的问题 他就跟租赁合同不一样 成租人在占有这个租赁物期间 一旦毁损灭失 谁承担 他自己承担 因为你在实际占有使用 看见了吗 不仅损失承担 在这期间之内 还得照付人家租赁公司租金 这边自己负担损失 但是该付租赁公司租金的还得付租金 这是他的最大特点 好 这是一个 那么成租人有什么权利 我们成租人的权利是享有买兽人的权利 什么叫享有买兽 就我们拿到这个设备之后呢 一旦发现质量有瑕疵 我们成租人直接就可以向出卖人索赔去 你有直接向出卖人索赔的权利 就相当于把你看成买方了 第二个你还有拒绝兽领的权利 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不要这租赁物 你发现这个租赁物严重不符合你预期的约定的 第二是因为不按期交付这个租赁物 经过催告他还不能交付 那我只好就是拒绝受领 这些大家没什么 看看就可以了 成租人如果拒绝领这个租赁物 没有及时通知出租人 或没有正当理由来拒绝受领租赁物 给人家出租人带来损失 出租人是可以要求你赔偿 所以大家看租赁公司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我就借钱 然后再买东西再租出去 所以这个东西出什么问题 别来找我 你跟卖家去解决去 所以你要没有正当理由 我给你把这东西买来了 你不受领 这个时候你得付我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是出卖人不履行合同义务 他就不按期交货 注意这儿分析题 记住了 谁来行使索赔权 我刚才讲了 你成租人可以作为买兽人的角色 你可以直接找卖家 本来合同是租赁公司跟这个卖家签的 但出了问题 你成租人直接去找 就可以 另外成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的同时 不影响该付租金所租金 这时你不能跟融资租赁公司说 他卖我这设备质量有问题 所以在没有解决这个质量问题之前 我不能给你租赁公司租金 这跟租赁公司没关系 所以你该付人租金付租金 好 这一点分析题看好 那作为成租人有什么义务呢 大家看 第一 维修义务就必须是成租人 所以这一点区别于租赁合同 你看在租赁合同当中 是出租人付维修义务 在融资租赁当中里面呢 他考虑到是你成租人 真正在占有使用这租赁物 而且呢 相当于变相的承认 你将来就是这物的所有权人了 所以就让你来承担维修义务 看到吗 第二个当然你得付人家租赁公司租金呢 如果你不能够支付全部租金的话 那人家租赁公司是可以解除合同的 收回这租赁物 好 这就是成租人的义务 那作为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有什么权利 第一个他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看完了吧 这就跟你会计上不一样了 我们在法律上来讲融资租赁 只要你们没有特别约定 这个租赁物的所有权一定是归出租人 他不归成租人 但是我们在会计上来讲 往往就当然认为 这所有权就归成租人了 所以你看连带我们学税法的时候就知道了 在所得税里 他当然就认可你成租人 对于租赁来的这个设备 你可以提折旧了 只要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进来的 这固定资产可以提折旧 你租出去的 你出租人不能提折旧 他就变相默认 所有权就归成租人 但我们法律可不是 法律说你没有约定就归出租人 所以你成租人破产的情况下 这个租赁物可不能列入破产财产 知道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租赁物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下 出租人不承担责任 直接找卖家去承担 刚才说了 索赔的权利是由成租人直接找卖家 不要找租赁公司 成租人在占有租赁物期间 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了 出租人也不承担责任 都由成租人 成租人自己维修 成租人自己承担风险 还得该付租金付租金 这就是融资租赁的特点 好吗 最后什么情况下 出租人可以享有单方解除合同 成租人只要不按照约定的期限来支付租金 经过催告后还不能付的单方解除 第二是 未经人家出租人同意 又把租赁物转让抵押投资入股了 这样的话 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 注意这必须要记住 对于成租人欠付的租金 看好了吗 如果达到几期 两期以上 因为融资租赁的话 成租人是要分期来付给租金 对不对 不是一次性的付 有两期他都没按期支付了 或者是达到了全部租金的多少 15%以上 经过催告后还不能付 就解除了 这一点希望大家一定要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买卖合同中 分期付款的买卖合同 哎 这个不要混 他说如果在买卖合同中定的是分期付款 结果你没支付的那个到期的那个货款达到总价款的五分之一 不就20%是吗 这时候人家那个卖家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这个融资租里面说的是租金 只要是没付的租金达到全部租金的15 别混了 这是20% 哎 大家记清楚了 好 这就是一个第四呢是成租人违反约定 致使不能实现 那不就严重违约吗 这些都简单 好 要记的就是这一块 大家记清楚了 15 好了 这就是融资租赁里出租人的权利 义务是什么 得保证成租人对这个物的占有使用 没经人家成租人同意不能变更合同中的条款 这没什么 看看就行了 好了 这就是融资租赁里面的第四 最后最关心的就是租赁物最后到底归谁 注意了啊 双方有约定的一定按约定 所以我们实践当中里往往签对融资租赁的时候 约定等到最后一笔租金付完了 租赁物的所有权往往都是归谁 归成租人 你们往往自己要约定的话往往都是归成租人 因为人家出租人要这干嘛呀 人也不用了 人家是为了给你借钱呢 对不对 他不是为了要东西 所以自己约定的往往是归成租人 但你们自己压根就没定的情况下 没商量 还是要归出租人 知道吗 因为他拥有这东西的产权 你比如说他要替你姐买了货车的话 产权证在人租赁公司手里 这要注意 但如果你们自己约定本来是归成租人的 成租人也已经付了大部分的租金 但是剩余租金他还不了 这种情况出租人是有权解除合同 而且还可以把租赁物收回 把收回来的租赁物经过变卖之后 扣去欠付的租金和费用之后 剩余的部分是可以返给成租人 这句话就是说 尽管你们约定啊 最后应该是归成租人 关键是他欠你租金呢 所以这时出租人是完全可以把这东西拿回来 但是拿回来不能全归你 在扣去欠付你的租金之后 如果这东西还有价值呢 剩余部分你得退回来给成租人 好 这就是租赁物的归属 接着租赁期满约定是归出租人所有 结果这租赁物毁损灭失了 导致不能返还了 这样的话出租人只能够要求赔偿了 东西没了可不就只能够要求要钱呗 约定的租赁期满 成租人需要向出租人支付象征性的价款 就两人约定啊 到了期满以后啊 就是付一些象征性的钱了 视为约定的租金已经履行完毕了 这样租赁物的所有权就归成租人 这是你们有特别约定的 归成租人 好 这就是融资租链合同 好 把这几个点看完了 我们也是练练这道题 感受一下 甲乙首先签了一个融资租链合同 甲是出租人 乙是成租人 甲根据乙的选择 所以就向饼买了一台大型设备 把买来的设备呢 就租给了您乙公司来用 乙呢 在设备安装完毕后 发现呢 这设备没法正常运转 质量有问题 下面问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谁来找卖方 看出来了吗 所以这时乙可以基于瑕疵 直接就可以向饼索赔 正确吗 正确 相当于成租人就取得了买兽人的权利 你就替代租赁公司 甲不对乙承担违约责任 正确吗 正确 你别找甲 他把设备只要一给你 跟他就没关系了 乙应当按照约定 照样付租金 这时你不能说 因为设备不能正常用 所以我就不给你租金了 两回事 该付租金付租金 租赁期满 由乙获得该设备的所有权 这个可不当然 你没有约定的话 还是归人家谁 归人家假 并不当然归疑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你理解之后 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ABC 所以呢 像这种 都不需要大家死尽应悲 大家一定要理解 分析好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五个合同 这样整个融资租赁 是极容易出分析题的地方 所以整个这个融资租赁讲完了 需要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融资租赁当中的核心的东西 一定要掌握好 在融资租赁当中里面 我们第一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在哪 维修义务 维修的义务 成租人在占有这个租赁物使用的过程中 这个维修义务一定是哪一方承担 就由您承租人来负担 并不由出租人承担 第一点一定要注意 第二点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在融资租赁期间内 如果这个东西 标的物质量 如果属于不合格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谁来承担违约责任 不要找出租人 直接就由卖方 对谁 对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 负违约 看出来了吗 其实它也相当于相对性的例外了 因为本来承租人没跟卖方签买卖合同 但这个时候直接可以对抗卖方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规定 叫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下 而且在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下 这个支付租金的义务 支付租金的义务 免除吗 不免除 照样得要付 该付还得要付 这是核心 要清楚 你有索赔的权利的同时 不免你支付租金的义务 第三 第四呢 一定要清楚租赁物的归属 所以在经济法学完之后 一定要清楚 这个归属是有约定的按约定 没有约定 一定是归出租人 并不归成租人 不归你成租人 是归出租人 好吗 这点要清楚 最后一点要清楚 关于这个租金的支付 如果你这个支付的租金 欠付了两期以上没付 或者是欠付的租金 达到总租金的15%以上的 人家出租人 是可以有权解除合同的 所以这里面的15% 务必记清楚 或两期 大家要记住 欠付两期以上的 我们融资租赁 其实就这点东西 希望把这些东西 大家看好就可以了 好了吗 好 这就是我们 第五个知识点 重点 我们就掌握这些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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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